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东决战恐怕只会更加的血腥 更加的残忍 很多人很难评估到底乌东乌克兰的军队 在这里到底有多少人 国际之内援军有多少人 他们算不算是正规的部队 而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俄罗斯所有的精英中的精英 应该也会集结在乌东地区 俄罗斯不能再失面子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这个军舰打成了 俄罗斯脸上无光 全部西方世界一片叫好之际 俄罗斯现在下不了台的时候 会不会在乌东 发出更恐怖的攻击行动 美国方面已经提醒大家了 很有可能会进行核攻击 一定要做好准备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是全然没有办法掉以轻心的一个情况 乌克兰的战事 两国之间到底现在战力的评比 以及乌东这场战争 是不是就是两国国力的决战点 我们都会有好好的分析 先来介绍以后来宾学院 教师明尼郎 立法委员苏小慧 慧敏姐好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正学教授 范思平老师 慧敏好 大家好 还要介绍是 咨询媒体王创下 大家好 乌克兰加油 我们还要介绍是 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光明 大家好 我们还要介绍的是 国民党的纪念部前副主任张伟源 陈光明好 大家好 好 这个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这个战舰被沉没的画面 对于很多人来说 对于反俄罗斯侵略者的 这样的一个 很多有志之士来说 这个画面可以说是 百看不厌 来看VCR 传校式官兵排排站 还有俄罗斯特色浓厚的 鞋发飞电装置 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在欧洲担任发扬国威的重责大任 没想到居然在俄乌战争中 两颗飞弹就沉入大海 你能告诉我们 对海舰队旗舰的旗舰 你能告诉我们 两手一坛略显无奈 对乌克兰来说 这堪称天大的好消息 尤其莫斯科号在开船初期 曾经攻击乌克兰黑海据点蛇岛 造就最知名的宣传口号 巧合的是 乌克兰邮局推出蛇岛纪念邮票 图案就是比出国际问候首饰的乌克兰士兵 而现在已经沦为鱼昭的莫斯科号 不一时间早在1982年 莫斯科号算着上老荡益状 同时也是光荣级飞弹巡洋舰的首舰 全长186公尺宽20.8公尺 舰上军事官兵529人 同时搭载64发S-300 以外防空导弹在内的多种进攻和防御型武器 其中自保的防御系统还有远中近三层 理论上不该一到两颗反战飞弹就葬身大海 尤其乌克兰用来攻击莫斯科号的海王星 反战飞弹2014年才开始发发 直到2021年3月才开始无意 还没经过实战历练 如今一战成名 更把俄罗斯海军的糟欧打正台力 好 这起事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那么这个整个黑海 俄罗斯的势力暂时消退 这当中到底美国扮演多少的角色 有人说真的 乌克兰这个叫什么海王星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还是只是官方说法 事实上还有美军的帮助 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蛮多的 但是俄罗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先来听两个交战国之间的说法 首先先来听听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乌克兰内政部发布了消息 用两枚海王星反舰飞弹 精准命中莫斯科号 精准命中 所以整个二舰非常严重的损害 然后紧接着总统幕僚再说 莫斯科号已经沉没了 好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国防部这是俄国方面说 搭载弹药突然引爆 什么原因引爆的不讲 搭载弹药突然引爆 还在调查起火原因 目前该船的单位已经疏散 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好 不论如何 就是说太多值得去讨论到的一个角度了 莫斯科号是俄罗斯的光荣 他们最强力的战舰 整个正在黑海 他们打算从黑海再继续的这个 封锁住 从海口封锁住乌克兰 现在完全被击垮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美军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还是这真的是乌克兰自己国家的功劳呢 国民 我们想想看 其实这个所谓的莫斯科号 那个军舰 它是所谓的光荣级巡洋舰 那其实前苏联建造的四艘 那这四艘因为它排水量很大 大概一万两千五百吨 比我们德基军还大 所以它通常配到各个舰队 基本当然就是旗舰 比如说像这个莫斯科号 配到黑海舰队 就是黑海舰队的旗舰 那其实配到 比如说太平洋舰队 比如说瓦良格号 他就是太平洋舰队 那其实北方舰队 还有一个叫乌斯继诺夫 原帅号 那其实还有第四艘 第四艘这个军舰 其实配给乌克兰 但是因为后来 因为苏联解体 那艘军舰居然不知去向 配给乌克兰的军舰不见了 因为他们没有 没有能力去维修 那最最有趣的是 莫斯科号最有趣的是说 他是一九八三年下水 那一九九年是回厂大修 回到那去维修了 居然是所谓的 尼克拉耶夫 很好笑 那边查了维修厂 回到尼克拉耶夫去维修之后 然后到了两千年时候 所以乌克兰人 这条军舰很熟 那他长得什么样子 来 这边有图 这边第一张是 这边是 这个是两千零 二零一七年去新加坡拜登 他的两侧就各两枚 两枚都要 各两两侧共八枚 共十六枚 就是说每一侧有八枚的 长城的反间飞弹 那每一枚可以打多远呢 五百十公里到七百公里 那速度的话也是超音速 超音速 然后弹头重是一顿 那当时候呢 其实苏联的想法就是说 所以他这个军舰就载了十六吨的飞弹 十六吨的飞弹 十六颗 对 十六颗的飞弹 这还只是反舰飞弹 反舰飞弹说 万一他碰到美国航舰 一次打出去 希望把美国航舰战斗群打成 那我们现在很好奇的说 乌克兰用这个次因素的反舰飞弹 打了两枚过去 这艘军舰怎么说好没有反应 然后就像被被击伤 应该说被击伤 为什么说没有被击沉 我觉得用观众比较理解的术语 就是说 我好像没有穿着防弹衣 手上很多重武器 我都还没有机会 把重武器打出去 我就被别人的子弹刺穿了 我的心脏 应该说 他为什么没有防护系统 对 这个很奇特 就是说是不是说 被外力干扰 他雷达没有开启 还是说这个官兵战备太冷 雷达没有开 不知道 反正这两枚 所以其实他雷达如果有开好的话 他是有防护装置的 至少可以扫到 因为这个事发地点在奥德萨南边六十里 六十里的反应时间 其实对这艘军舰是足够的 那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飞弹就一千公斤重 那海王星呢 他的弹头重才一百五十公斤 那一百五十公斤 两个加起来才三百公斤 你三百公斤的飞弹 要炸成一艘军舰 这个是非常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会是觉得 他本身就是一个活动火药库 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飞弹 刚好打中这个反舰飞弹 然后已经大爆炸 那大爆炸的时候 然后在脱衣的过程中 沉默了 这个倒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说 其实打反舰飞弹 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你射出去就好 不是 你要知道说 这艘军舰在哪里 什么时候经过 然后是谁来通知你 这个比较有玄机 所以我们之前应该 之前有讨论过 什么好在一大堆的 北约的战机 或是说电战机 在黑海附近 到了要去 这个时候 他们就是提供 乌克兰手军眼睛跟耳朵 否则的话 乌克兰手军 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么聪明 就说他们没有刚好时间点 那么抓那么巧 什么时候这个军舰通过 你就打出去 然后最好笑的是说 如何精准命中 是有盟军帮忙的 我们在怀疑 就怀疑说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因为有航击图 是有跟美国的E3A在附近 因为你要想说 它是次因素的反舰飞弹 如果说次因素反舰飞弹 能够集成 这一万两千五百噸的巡量舰 那我们的熊蜂二型飞弹 也是次因素的 那我们还有熊三飞弹 其实我觉得看到俄罗斯的军舰 被打成说真的 我们有点高兴 因为其实我们熊二熊三都有 然后万一中国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所准备 所以我要现在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艘莫斯科号 俄罗斯只有四艘 这种顶级的军舰 那中国类似莫斯科号 这种等级的军舰 有几艘 他们现在的礼物有两艘 然后之前还要引进的 永庄级驱逐舰 八千多顿 然后说真的不到六艘 所以他们有六艘 这样的大洞会的军舰 那其实 所以现在他们光海军 大型军舰的部分 他们战力是比俄罗斯强的 应该是因为他们 他们军费多 军费多 但是我们我们就从那个 但是熊二就把他给毁了 对我们就是说 海王星就变成我们的熊二 那如果说熊二的话 比如说海王星 集成这个莫斯科号的话 那我们熊二还是吃因素 我们还有超音速的熊三 熊三几颗 熊三的话就基民的话 就不能讲了 那其实我们看着说 他们集成莫斯科号 其实我们很高兴 因为其实万一 中国要打过来的时候 至少我们有准备 因为我们熊二有 熊三也有 但是最奇妙的 就是说人世间有一种事情 是不是有一种轮回 大家记不记得 刚刚开战的时候 就在2月25号 开战第二天 就是这个莫斯科号 他去蛇岛要求官兵 要投降的 所以那时候不是点燃 整个乌克兰人的怒火吗 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刻 看到这个蛇岛 当时传出的讯息是说 蛇岛13位士兵全部被歼灭 这使得所有海外的乌克兰 都觉得说俄罗斯太可恶了 他们不论死不论活 都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当初就是这个被集成的莫斯科号 2月25号叫蛇岛的士兵投降 不然要全部歼灭 3月中的时候 这个透过换符 蛇岛的士兵回家了 然后4月11号的时候 他们就那么巧出了一张邮票 这张邮票 就是蛇岛的人也是宁死不屈 然后两天后 这个莫斯科号沉没了 我们来看当初回到 时间回到2月25号这一天 当初光是口头的交战 就点燃了全世界的怒火 你怎么看看这件事 现在先讲的是说 5月9号不是普丁希望胜利日 对不对 要一个大军演大游行吗 那现在恐怕再打下去的话 5月9号的胜利日 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 还不一定 因为这艘船被打下去 当然了 它其实呢 它叫做光荣级 然后在它上面还有一个两倍盾位 叫做海上火药库的 叫做基洛夫级 那个里面有500枚的飞弹 那更大 所以这个船舰当然不是最大 可是它因为它叫做莫斯科 莫斯科在第50天开战的时候 其实被沉没了 莫斯科沉没了 这个整个民心士气的损伤是很大的 而且不只是民心士气 而是对整个战局 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的话 因为莫斯科号 它整个是在黑海舰队当旗舰 而它的旗舰的概念里面 它不但是作战的大本营 而且它的火力强大 所以它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在这边可以压制奥德萨 压制整个乌西网乌兰这边 去进攻的部队 或是驰援的乌克兰的军队 可是它被打成之后 那另外一个 它的防空火网很强 可是它的雷达 是不是有像美国神盾级 这样的那么强 主动式向外雷达这么强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整个俄罗斯的电子能力 电战能力是很落后的 这次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弱点 对 然后可是现在不管怎样 因为它原来在黑海这边做正着 然后对于北约的来讲 对于美国来讲 因为现在在打乌冬 那乌冬里面美军不出兵 但是要出手 可是你上面有卫星或是无人机 可是战场上的现况 能不能像前面在基辅那边的时候 美国能够那么精准的 快速的把及时的战场资讯 个别战场哪个坦车的 这么及时是恐怕有问题 可是它被打掉之后 代表着北约在整个战争资讯上 是可以快速的协助乌冬的反攻 而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说 这刚好泽伦司机就跟拜登通了 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本来讲是七点五亿美元 再加码变成了十八亿美元 八亿美元当有弹簧当有什么 可是你会看到 现在是一个反攻战的准备 给了这么多武器里面 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一五五榴弹炮 十八门 然后还有的是很多的 就是那个汉马车 那这个东西很多 所以有些媒体在讨论的是什么 讨论到的是说 那一五榴弹炮 会不会是美国最精锐 最先进的M777 M777榴弹炮 全是最最轻的榴弹炮 它用那个装甲车 就是汉马车就可以脱衣而行 甚至用直升机都可以载着过去 所以它是不是 是现在要反攻 因为现在马力波非常的艰困 而正规军 乌克兰的正规军 距离马力波大概还有六十公里 所以它需要重武器 快速的挺进解救马力波 然后后面一个东西 给我们觉得更大的研究 振奋是什么 因为这个讲到海王星 那海王星是次因素的 但是它的技术也蛮好的 它可以贴海三公尺 贴海三公尺比贴地更难 因为海向有那个波浪 有那个是更难的 所以代表乌克兰的技术 这个自主国防 国防自主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而且这里面 为什么能够做出来 其实过去的时候 在苏联时代 整个乌克兰就是苏联的军工厂 然后它最强大的南方设计局 南方制造局 现在你讲的什么玄武研 什么亚马斯 什么伊斯坎德尔 这些飞弹的全部 先前都是乌克兰帮忙做的 所以乌克兰做飞弹能力很强 但是后来因为解体之后 又被中国挖角了十万个工程师 结果2014年 因为战了克里米亚 乌克兰非常的痛恨 重整了一个 他们的如期的射据局 在基辅这边重新做这些飞弹 王星就是他做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空防上 曾经一度是军工厂 但是所有的战力被中国挖角 然后一度就是混来混去 克里米亚一役之后 他们又重新决定要血池了 他们重整了如期的冰工厂 所以像我们上次也有出来讲过 乌克兰版的标枪飞弹 也是如期的设计局所做的 然后设计局你就是国家重做 你总要有人才 中国的骄傲又帮了乌克兰一次 因为到2013年的时候 中国人讲说 我们已经超越了乌克兰了 就好像我的工程师被要摸下去 又被那么厚重的 就像我们很多台商台干的处境一样 我们不需要乌克兰 乌克兰的背后 他们就回去之后 没想到现在就发挥他们的战力 所以我们知道国防自主多重要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会看到的是 如果有这个情况之下 海王星次因素的 能够达到这样子 那我们乌克兰有如期设计局 我们有中科院 那是不是我们的熊二熊三 也要让他们紧张一下 不过就是说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莫斯科号 事实上他也是乌克兰制造的 所以他是生在乌克兰 现在也死在乌克兰 那你去看这个海王星 事实上他很很像这个美国的鱼叉飞弹 所以我是一直在想说 这是不是由美国提供的一些技术的合作 而且跟我们刚刚讲过 熊二飞弹很像 外形很像 可是我们熊二飞弹 是什么时候制造的 1990年 距离现在已经是30年前的 海王星是在2021年 去年才服役的 我们的熊二 它的这个增程型 是250公里 我们的这个射程 跟它的海王星是280公里 我们基本上差不多 稍微小一点 可是我们要知道 250公里 我们目前除了陆上的海风大队之外 我们不处在这个军舰上之外 陆射跟海射都有 那250公里 你我们不要认为说很小 我们光是 如果我们设在澎湖的话 澎湖距离台湾只有50公里 所以如果我们设在澎湖 澎湖在台海中间 如果解放军的军舰经过的话 全部在射程内 我们看就是说 整个台海 解放军如果胆敢进入的话 就会成为我们的标靶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这个黑海 这个莫斯科号 那当然讲 莫斯科号是他叫旗舰 旗舰就是我们一个黑海舰队 最大的舰 不管是武器是最完整 最完备 雷达是最好的 动力是最强的 可是呢 被打掉之后呢 他的司令 可能要被迫 要做其他的军舰 比较小台的军舰 那不然这个对 俄军的士气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讲 四七大阵 因为我们用两枚海王星 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军舰给打掉 一万两千四百九十公顿 这个非常大 目前来讲 其实现在国际间 已经不太流行这种巨舰了 因为巨舰 你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很容易成为被当作靶子 所以大家 果然证实了 结果证实了 对 就叫做以寡即重 以小打大 那这个可以说 是一个非常的一个 不对秤战争的一个示范 我觉得乌克兰是做到的 给我们台湾来讲 是很多的歧视 好 但是因为主要是很巧 打战的时候士气很重要 现在听说普丁不仅是气疯了 这个军舰上总共有五百多人 现在这个说法很多 俄罗斯的说法是 全部都是安全的撤离了 有些人说没有 有四百多人被炸成 现在都还没办法确定 但是听说普丁大帝气到说 这些被撤离下来的 全部现在要变步兵了 要在马力波当步兵 不知道 有可能又是一个文宣的策略 但不论如何巧 是这张邮票刚刚发行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蛇岛的士兵 对着这个莫斯科号终止 两天之后莫斯科号被击沉了 所以这个邮票马上热卖 乌克兰人 乌克兰躲飞弹都来不及了 还有心情去排队抢购蛇岛的邮票 你看看 还有在开战之前 其实美国就有预测了 认为海王星是有足够的能力 来集成二舰的 而这也真的成真了 但之前号称说 我想请董老师来分析 就是说本来号称可以挡三次海王星飞弹的 为什么这一回却是一堪不及 这个莫斯科号是排名这个俄国第三大的军舰 在俄国排名第一的就是他的库斯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第二就是刚才有谈到的基洛夫号 这个巡洋舰 再过来就是这一艘莫斯科号 超过一万两千吨 这个是一个重型巡洋舰 那刚才也有谈到 其实他有三层的这个防空的这个防护 就是说中层短层还有近层 所谓中层的意思大概是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这个军舰周围一百公里 有威胁的时候 这个他的防空 尤其是反舰或是反空的这种飞弹 就可以反映这个军舰上的 再往那一层第二层 第二层大概就是三十公里 就是短层的这一种防空的也好 反舰的也好 最后一层也就是近层的 就刚才说的 他有他至少有六座的这种类似的 这种西方的这种方阵快炮 俄国的那个方阵快炮 一分钟可以发射五千发子弹 基本上可以在他的军舰周围 形成一个弹幕 对 保护城 怎么会没有发作 所以就说在这个 这场战役之前 没有人预料得到说 他怎么会被反舰飞弹给攻击了 而且一枚或顶多两枚 就让他沉默了 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现在我还是认为 他有两方面的可能 第一个 我相信美国跟北约的这种情报 他一定是有资源 因为连 其实连中国都注意到 四月十四号 那个军舰被打沉的那一天 他的周遭的确有出现 北约的这种 这种E3A或者E3C的空中 这个侦察机有出现 另外美国的另外一款RQ 4B全球这个无人鹰 这个侦察机 其实也在那边一直绕就对了 它应该早就被锁定了 那锁定了之后 就是说现在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你这个海王 海王星的这个飞弹 真的能够这么有效的攻击吗 其实我是高度的怀疑 就是说开战 你也怀疑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开战以后 等于是说 乌克兰本身的他的武器 是二制系列的 是俄国系统的 然后我怀疑的是 就是说这种这种俄国 乌克兰的俄国的这种 所有的武器系统 应该有被美国要么改良 要么改装 要么加装 应该有 就是说他变成混血的 乌克兰的 对 他是你看 他前面那个 我刚刚说的 那个海王星的那一款飞弹 他其实他本身是 是从那个苏联的 刚才有说过 天王星的那个反舰飞弹的 基础上发展的 可是他后来又加了 北约的系统 就是说北约的 这个涡轮这种发动机 还有火箭这个助推器 那个是北约的 所以说那一款 海王星的那个反舰的飞弹 他本身就是混血的 那这次在开战之后 我相信 我连那个土耳其的 那个TP4那个无人机 我都怀疑有被改装过 不然哪那么厉害 看到哪里打到 打得那么准就对了 那现在重点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整个战略 情势的改变 因为刚刚说过 就是说你如果一枚 到两枚的反舰飞弹 可以打掉你一个重型的 巡洋舰的话 那么这已经改写了 整个黑海跟亚述海的 一个战略的态势 或说战争的游戏已经被改变了 这证明说只要有情报 有那个侦查帮助你 也许还有改装 你20枚飞弹 就可以牵制了整个黑海跟亚述海 全部的海域 因为这个俄国的这个黑海舰队 现在还有超过20枢以上的军舰 还在 那这个20枢军舰 我看到现在都要讨难了 因为已经证明了 我一枚或两枚 我就可以干掉你 所以刚才不是说吗 那个莫斯科号了 有五百多人 没有船了 没有船去当步兵 就是说因为现在 等于说这个战争的态势 已经完全改变了 就是说在前面的40天 俄国他是进攻方 他是攻击方 而且他是从三路去攻击 以基辅为中心 所以说当你是攻击方的时候 那个等于说乌克兰的军队 他就是用游击战术 他不跟你决战 所以说他是用辅击 用游击来消耗你的战力 现在战争的态势已经变过来 就是说俄国已经集结在撤军 然后集结在乌东地区 乌南地区 现在变成你乌克兰 你是进攻方 这完全会不一样 而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我不太相信 有什么顿巴斯大决战 我不太相信 那你觉得五月九号是谁的胜利日 who knows 但是 可是现在难题就在进攻方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是乌克兰军队的话 我也不会傻傻的集结军队去进攻 不集结 我不集结 我继续打游击战 我继续打游击战 就是说那个游击战 可是他们现在要收复师徒 那个什么 他们现在要收复师徒 不是不要急 因为游击战 他有那个经典的那个准则 叫做敌注我扰 敌退我追 敌皮我打 这是游击战的准则 毛泽东的十六字语 对 这十六字证言 就是说如果敌方的军队住守了 我就去骚扰他 我骚扰他 我不跟你决战 我骚扰他 骚扰到你受不了 你要退的话我追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敌皮 你疲倦了 我再打你 所以我觉得后面还会再持续下去 乌冬接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打法 那事实上其实在黑海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三艘军舰了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俄罗斯方面也是不甘示弱 他说凡是所有其他的国家 被他们抓到有运军火 来到俄罗斯的 他都视为是一个敌对的单位 他也可能会随时来进行一个攻击行动的 不论如何在黑海当中 其实俄军已经接二连三 三艘船舰在这里受挫了 委员 没有错 俄罗斯今天在黑海发生这个事情 他不是第一次吃鳖 我跟帮大家准备一下 大家看到其实在三月七号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在奥德萨附近 就有一个毕可夫号的巡航巡逻舰 它当时毕可夫号是一千三百公斤的巡航舰 它其实是被这个所谓的 多管火箭炮给这个打掉的 什么叫多管火箭炮 它是个没有制导火箭炮 它有点像我们的散弹枪一样 发生很多的飞弹过去之后 好像俄罗斯会觉得说 好 没关系今天是瞎猫遇到死浩子 他们觉得说 算你乌克兰运气好 没想到到了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在奥尔斯克炮这个所谓登陆舰 它又被打到了 它被什么东西打到呢 它是被这个圣甲从战术的地对地飞弹 那它为什么被打到 因为它刚好停在这个军港附近 所以离地面也禁 所以俄罗斯还可以说 没有 因为我今天离陆地禁 所以这两次都算是这个不小心被打到 没关系 但这一次的确是俄罗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为什么 这一次它这个所谓这个莫斯科号巡逻航舰 它其实很大烧 它是一万两千公吨 那它被什么东西打到 它被这个海王星号刚打到反舰飞弹 为什么会被反舰飞弹打到 老实讲俄罗斯过去 它可能不认为说乌克兰发展出 这个自制的海王星反舰飞弹 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它可能没有在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它今天突然被打到之后 当然很多人说 它今天刚好打到了所谓它的火药库 然后造成这个莫斯科号的这个沉默 但其实即便是面对这个状况 俄罗斯都会觉得说 怎么会突然遇到这个状况 怎么会有一个反舰飞弹突然打得到 我们的莫斯科舰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的确在这阵子 它清理 为什么它清理呢 其实它都没有一个 大家刚刚很多专家觉得提到 它有很多不同的反式雷达部分 但其实这一次 乌克兰其实是非常仔细的 包含刚刚还谈到说 美国有所谓E3A的侦察机等等 或者是它有卫星等等 但不要忘了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个 前上个月还在讨论所谓这个 TP2的无人机 好 其实各种不同无人机系统 其实不断的在这个海边 不断的巡逻去找到 所谓这个莫斯科舰的位置 找到之后呢 搭配所谓海王信号 这个反舰飞弹 它有了自制的一个雷达系统 它马上锁定坐标之后 就把那个 它的那个 锁定坐标的机器给关机 为什么关机 它把俄罗斯反舰的雷达给找到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精准打击号 导致在这一次 莫斯科舰被击沉 大家或许会觉得莫斯科舰到底多大 我举个例子 台湾最大比较攻击性的作为这个军舰 是纪德级的军舰 最大都攻击性的 我们台湾是一万零五百吨 那这个莫斯科舰是一万两千吨 台湾最大的军舰是什么 是前镇大很有名的磐石舰 磐石舰有两万公吨 快两万公吨 但是磐石舰它不是攻击性 它是一个补给性 对 所以其实它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攻击性的一个战舰 它今天被乌克兰打掉之后 其实呢 对莫斯科来说 一定是一个士气的极损 包含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说 即便我在陆战有陷入泥沼 但我在黑海 我拥有 俄是拥有一个航海的 一个很强的优势权 没想到今天年最大的 所谓莫斯科号都被打掉 那所以这也导致 整个战局 这看起来不管是陆战 甚至是海上的这个战争 都有一个扭转的程度 好我们刚刚这个董委员 他就说了 他合理怀疑有经过改装 但不论如何乌克兰的自治能力 海王星 今天创效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试验 真的是干得好 那俄国官媒现在发出一个搜经文 什么搜经文 我们的新护卫舰已经开始海事了 至于说莫斯科号为什么会被击沉 他这个俄国的官媒 这个轻描淡写 只交代说火灾意外 什么样导致火灾的 没说 然后就轻描淡写说火灾之外 就开始说 我们的阿姆尔造船厂 已经为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建造 20380守护极型的护卫舰领列 转移焦点了 苏维元 其实今天这整个战事看下来 其实台湾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借禁的经验对不对 对我看今天其实这个结果 不只是振奋了乌克兰 其实大概也振奋了台湾 你看今天大家在讲都开始笑得出来 而且刚刚创效歌还说 5月9号这个普丁预设的胜利日 不晓得到底是俄国的还是乌克兰的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讲法 就是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很悲伤 这个我们可能小不敌大这样 可是你看随着现在到第50天了 如果乌克兰真的能赢呢 那是不是真的是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呢 那台湾也可以赢 所以刚刚就像慧民杰姐讲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学习的部分 值得学习的部分就是今天 今天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海王星 这个反潜飞弹 能够击中 把莫斯科号击成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入侵者受到了制裁 受到了遏制 这个是大快人心的部分 但是第二个真的大家都在看的是自制 所以我在这边 刚刚几位来宾已经把这个 我们自制的这个国舰的部分 还有这个飞弹的部分 都已经跟大家描述过 我要再带大家回忆一下 你看其实这个部分 去年就没有多久 就12月而已 就去年的12月11号 我们这边有安平舰下水 15号是后续舰 是首舰下水 15号还有快速布雷舰也交船了 这几个就是蔡英文总统 在国舰国造里面 最重要的这个国舰的开始 不但是有交船 而且有下水 真的开始做我们的防御工作了 而且都有埋伏笔 海巡平常狗户 没有错 暂时 还有一个伏笔 对啊 稍微改装一下 在这个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恶物战争 不能够讲太多 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们当然就说 我们这个就是反制反击 我们有这个能力 这个话语就不一样了 可是你看看 大家刚刚在讲 海王星 海王星讲得好像很厉害 但是大家也提到了 我们有熊二 而且甚至有比海王星 更厉害的熊三都布在哪里 这个安平舰上和这个后续舰 也就是我们蔡英文 亲自命名的塔江舰 安平舰塔江舰 上面就是都部署了 这个熊二跟熊三嘛 所以台湾海峡就这么近而已 完全都在射程的范围内 重要的是 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其实战争打到后来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后勤 能不能充足 你的弹药能不能充足 那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如果我们的外援不能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能够自产自治 就是我们最重要 能够赢的关键了 所以我想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不但让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决心 另外一个就是 乌克兰的种种的作为 都值得我们借进 我想我们看到了国舰国造 自己的武器自己做 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会继续做 好针对这个和平的爱好者 其实很不愿意看到 就是说会不会血洗乌冬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 刚刚这个董委员他说 这个应该还是不会正规军 吐香对决 还是要继续打带跑 但是这个莫斯科大军 都布正布在那边了 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有人估计说 这是接下来就是进入一个 血腥残酷的战争了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我们来看VCR 枪声炮几声 几乎没停过 距离乌冬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大约八十公里的巴尔文科沃 烟消未四起 当地乌军一刻也不敢松懈 因为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罩 俄罗斯大军持续挺进乌冬 包括坦克装甲车和军用 补给车在内前后超过两百辆 俄乌双方乌冬决战 恐怕一触即发 欧美再度出手加码军援乌克兰 新一批美国军援包括十一架 MI17直升机 三百架弹簧刀五人机 欧盟也跟进在额外军援 乌克兰五亿欧元 大约台币一百五十八亿 这场俄乌大战显然已经演变成 美俄双方的军武较劲 而根据乌克兰勤资 靠传统武力无法拿下乌克兰 俄罗斯不排除可以挑衅动用核武 不过面对核武威胁 乌冬民众这样说 这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的兵人在保护我们 死守家园信念 坚定不移 好 这个莫斯科舰急诊之后 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上面的士兵 全部要到马力波当步兵了 马力波现在的状况 已经被围攻四十天之久了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球员 是要在几个礼拜内取得武器 不是几个 几天之内取得武器 不是几个礼拜 他说越来越多迹象显示 俄罗斯可能即将全面攻陷马力波 一旦马力波失守 二军将在俄国本土乌东占领区 马力波克里米亚半岛之间通行无阻 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还有人说顿巴斯决战马上要登场了 而且这场战役非常关键 会影响到两国的国运 那么乌克兰到目前为止 为了阻止俄军集结在乌东顿巴斯 现在是引爆自家桥梁 顺便连俄国式军队一起来炸毁 我们想要请问一下国民 接下来在这边 这个顿巴斯地区 整个乌东地区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战争进展 顿巴斯地区比较麻烦 因为其实乌克兰说其实很大 其实是我们台湾的 大概十八倍左右的领土 那其实你说 这个乌东两省 虽然说已经被占了大部分 但是明明我们知道说 俄罗斯要占据了 那你首途有责 你要不要攻回去 这个是基辅方面要考虑 那你攻回去 其实你单靠步兵不行 你西方国家给我反战车 飞弹给我标枪 飞弹给我英国的NLW 甚至西班牙给乌克兰C90 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武器 你要怎么把这个兵运到乌东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当时候其实泽文士说 你西方国家要给我装甲运兵车 比如说像澳洲人 澳洲人也提供这个複蛇 然后德国也提供BMP1 甚至捷克都提供了 他比较旧的T72战车过去 这些都给你要干什么 要让这些步兵跟装甲运 要潜运到乌东 否则的话你路程那么长 你总办叫步兵去行军 这些重点 那兵法上有余 你手东边落的话 手东边强的话西边就落 那你如果说都跑去打乌东 那请问你基辅在那边 要谁来防守 还好还好说现阶段来讲 其实俄罗斯也慢慢从基辅 跟切尼克夫慢慢撤走 然后准备把他们的大军 集结在乌东 那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铲平这个乌东两城 这个态势很明显 因为就算没有攻下来 其实这个地这两个地方 说真的还有很多大城市 比如卡尔克夫 或是赫尔松 这些地方 其实都已经被俄罗斯给揉令过了 基本上来讲 他们要重建的话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不要忘记现在的战场 都还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那你境内 不管你反攻之后 你要怎么重建 都是一个大问题 何况你现在要去光复乌东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乌克兰不要小觑 俄罗斯动员能力 而且他们武器也很多 然后不要忘记 俄罗斯今年他们资讯是封锁的 他们看不到外面的消息 他说他只相信塔斯射他们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些人会说怎么会 你说他们士气没有受到打击 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莫斯科研沉默这件事 接下来就是一场消耗战 不打 继续消 不只打到五月九号 五月九号他们可能还要举行阅兵 然后你看 所以五月九号不是谁的胜利日 不会那么快 普丁不管有没有打胜 他还是会举行阅兵 他还会宣称已经得到胜利了 正常 第一阶段 上回说宣布第一阶段得目标完成 接下来五月九号就是第二阶段目标完成 然后还有第三阶段 所以其实俄罗斯的人力 其实说真的他还蛮多的 好 来 董委员 乌东这一局会怎么走 真的是国力的关键之战吗 我相信一定是的 然后我觉得后面的那个战争 还是会拖延下来了 因为第一个 就是说我刚才 五月九号不可能 可能性很低了 因为只要乌克兰 不要跟俄国决战 所谓的顿巴斯决战 不要上这个档 掉进这个陷阱 我相信乌克兰也不会 因为对俄国来说 他现在很简单 他战争态势 他已经改变了 他本来是进攻方 他现在已经变成是防守方 这个会完全不一样 那一般来说 防守方要做什么事情 对于对于 你本来是一个入侵者 你第一件 俄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把他原来所攻占的地方 他他一定要做兼臂亲野 就是这个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一定要一切安定 所以他会去做兼臂亲野的动作 这里面就会包括清香屠村或是屠城 那个都可能发生 因为俄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很残酷的军队 然后现在为了巩固他的占领区 他一定会做这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屠杀的行动会展开 会会的 然后在这个乌冬地区的几个城市 我是觉得他一定要拿下来 包括我刚刚说的玛丽坡 或是那些其他城市 为什么 因为他不进攻了 他现在要固守 乌冬地区以后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要完成这个目标 那军事上 不是号星要让他们中立独立 那个是以后再说 但是我无论以后要中立要独立 我现在要能够完全控制 这是军事上的目标 好 那俄国也说了 说谁只要是在乌克兰境内 就是说北约或是美国 有运送武器给乌克兰的话 他就要攻击 其实这句话是废话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本来在你的这个进攻 入侵之下 你本来就是战区 你看到任何的武装目标 俄国都会攻击的 所以重点不在他做这个宣布 重点是他打得到打不到 这才是问题 对俄国来说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切断乌克兰西方 后方的那个补齐线 这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刚才说了 既然是攻守异位 所以说敌注我扰 既然俄国要固守 要兼蔽亲野 那乌克兰的选择是什么 其实乌克兰他还有一个选项 而且已经也类似发生过了 就你要不要把这场战火蔓延到 带进到俄罗斯的境内 之前发生的是俄国境内的他的弹药库被炸了 还有他的那个他的油库有没有 有两架乌克兰的直任机飞过去去炸油库 所以说可以看到之前发生的都是针对俄国境内的军事设施 乌克兰已经开始动手了 那以后如果说 我觉得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刚才说了 如果说大规模的屠村 屠城这种悲剧产生的话 其实会迫使乌克兰 会有更多的行动 他必须去进攻 而且有正当性 而且有正当性 但是也一样是军事目标 不要去攻击平民就对了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战火蔓延 那所有的情况 就是说按照俄国过去的记录 就是说你在怎么集权的国家 你在怎么封锁的国家 这种长期的战争拖延下来 以及等于是说战事不利的状况 都会拖垮你这个王朝的 也会拖垮你这个独裁者的 举例来说 最近的例子远的我就不说了 阿富汗战争打了几年 打了八年 一样是苏联高度 那个是独裁 当时的阿富汗的这个反抗军 还没有像今天的乌克兰 这样子的 等于说有组织有战力 打了八年 结果苏联垮台 你能想象吗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说那种战争战略的计算 不是在你的理性计算 尤其不在 我认为不在普丁的理性计算之内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阶段 这个战争会延续 而且会越来越 越倾向于悲剧就对了 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乌克兰要思考 是不是要把战火蔓延到 是的 俄罗斯境内 但美国已经有先讲了 他提供给乌克兰的 是不让他在俄罗斯攻击的 这什么意思 像秘利讲的 这场战争会延继算 可是拖了越久 对俄罗斯越不利 所以当然乌克兰 他们因为他们本身 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对这个历史比我们更了解 所以乌克兰的战略选择 绝对不会犯错 但是他们当然有一些人 是因为被激愤起来了 所以会不会失控 想要去教训俄罗斯人 跨过边界 这是哲伦斯基 他的一个艰难的功课 还把他控制好 可是另外一个状况 现在的俄罗斯来讲 不管你是不是九十七万军 弄过来 因为在这么大的一块区域里面 你的部队会被零散化 刚刚讲的要清香 清香的话 你就要小部队到地方去 人家到小部队到地方去 你现在你搞到这样子 乌克兰是每个人 都把你当成敌人 所以当乌克兰现在每个人 都是全民皆兵的状况之下 你走到乡下的时候 就会看到以前 像在日本 夫夫婆阿嬷 对 就会把你处理掉了 所以其实乌克兰 是陷入胶着 那另外一个专专 在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 其实我们看到是 美国很多援助 对不对 其实不是美规 和二规的武器的对决 而是他们的一个战略的思潮 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武器强在哪里 强在的是去中心化的资料链 大家共享 所以你在外面的时候 他们刚刚讲 那飞机怎么飞 对不对 他们的资讯的D-Lank 他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一个排长 一个指挥官 可以看到所有资讯 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而俄罗斯的问题出在哪里 是高度极权化 高度极权化之下 所以他们指挥会出状况 他们现在部队 如果将来越来越分散 到时候就被一一殲灭 所以普丁才会一直希望 五月九号有个大决战 他要做个交代 可是普丁如果拖下去 普丁的麻烦是什么 他曾经是俄罗斯人 认为说终于从叶尔钦 和格巴西夫的失败里面 带给他们重新有光荣 从失败国家站起来的国家 可是最后俄罗斯人 会有一个感觉是说 普丁算是个难得的总统 可惜做了太久 然后他就完蛋了 可惜做了太久 讲得非常好 广告中有更多的讨论 回来